下午四十三十分许 禁贤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 晋升上将军贤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主持禁贤仪式 晋升上将军贤的张生民 军容严整 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颁发命令状 并同他亲切握手 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贤奸章的张生民 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晋贤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同张生民合影留念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 李作成 苗华 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领导 和驻京大单位复战区职以上领导等 出席进贤仪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